大家好,我是爱鱼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新铁灯灵九月国三手游 出海收入成长榜第一 继承68% 2024全球50大手游厂商 米哈游第三 腾讯第六 3.0黑塔SP形象命途来了 击破售后加萝莉登场 2.7复刻曝光 新铸铁刀2.6卡池即将到来 乱破,影月,杀金,黄泉也即将登场 各位开拓者们的新铸 是不是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呢? 有关于2.7卡池的两位新五星角色 也已经确定 分别是星期日 妄归人 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 也终于来了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要说的 就是2.7卡池 两位新五星角色相关的消息了 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 有关于妄归人技能相关也来了 妄归人V0行技 在敌人触发弱点击破时 行动延后15% 之前提到的战绩负面 也并没有燃烧 战绩则是选择一个队友 增加击破特攻 并使攻击附带特殊效果 且施加负面效果 同时获得强化普攻 负面效果可以降低敌人的防御力 这么来看 倒是和DOT没有关系了 就是不知道 会是踢刘营超 击破队的谁了 而说起2.7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 就目前的消息来看 2.7卡池刘营 波提欧复刻的概率 还是比较大的 毕竟这两位 也是截止到目前 不仅一次没有复刻 而且也是最长时间为复刻的角色 两个角色同时复刻的概率不大 再加上望归人 是刘营的售后队友 且刘营人气极高 刘营复刻的概率 还是比较大的 至于后续的3.0到3.1卡池的 相关消息也来了 就目前的消息来看 3.0卡池的新角色 基本上已经确定 也就是之前提到的 雷毁灭女角色 阿格丽亚 和冰致死女角色 SP黑塔 其中有关于黑塔的形象 也是很多玩家乐意的话题 除了下半身的黑丝外 体型也类似于卡福卡 黑天鹅那种 下图则是大佬化的形象 还是非常好看的 3.1卡池 据说是新女罗莉角色提宝登场 感兴趣的开拓者们 倒是可以期待一下 后续的相关消息哈 各位大佬好呀 近日 三色Tower平台公布了 今年9月份的 国产手游出海收入榜 以及增长榜的 Top30 其中米哈游本月收入 显著上涨36% 旗下新穷铁道得益于新版本新角色 天机将军飞销的加持 实现了海外收入环比激增68% 登顶出海收入增长榜第一 以及收入榜第二 说实话 这增长率挺吓人的 把这增长率都能给破绽的股票下跌填回来了 原生增长榜第三 收入榜第四 绝区林增长榜第四 收入榜第六 第三和第五是腾讯的打枪游戏 21 26 28属于网易 前六有三个米哈游的游戏 占了半壁江山 黑子说话 不要天天光带节奏 有段时间 我刷视频都以为米哈游要破产了 不少玩家调侃说 米哈游这么高 肯定是野榜 野鸡媒体 老规矩 给钱就能上的野鸡榜单 老米还在增长吗 说好的包式呢 有没有石头 没有石头 那看来是个野榜了 怎么没有我大名 一定是野榜 更有意思的是 没想到呼声一直很高的明朝 这次居然连前30都没挤进去 之前那些调侃 等英灵金西常理首岸人村出来 原神就要完蛋的声音哪去了 这下明朝玩家 直接要破防了 确实觉得搞笑 排除克老玩家 原神玩家再怎么样 但他们除此玩家 确实有钱就能拿出来 说喜欢的 还是不喜欢的 都能拿钱支持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近期服服生日会 能够那么火出拳了 明朝搞笑的就是 玩家人均都说爱明朝 爱明朝的哪个角色 然后每个月的那个成绩 连他们自己的克老都不忍直视 真的感觉 蛮戏剧性的 可能他们只是需要一个拐米的拐杖罢了 还有就是近日 英国老牌移动游戏行业媒体 Pocket Gamer Beats 也公布了2024年 50大手游厂商榜 其中 米哈游位列第三 腾讯位列第六 第一则是由美孚畅销榜 常客的大富翁IP衍生手游 Monopoly狗发行商 Scobly获得 不知道大家对此 有何高见呢 不妨留言交流下呀 你回来